天黑走到天亮 好了 待会儿游览车上见 今天我们在头粪交流到上车 给你们看一下新城的头粪 这个就是我们的游览车 人越来越多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餐 然后我们两车游览车的人已经下车了 然后我们的早餐也在这里 我每次出来天空都特别美 你们没有觉得吗 上天太眷顾我了 今天这辆车人都稍微年轻一点 台湾道教总庙 这个庙的话我是第一次来的 照这可以照啊 好 谢谢 你说要拆掉啊 对啊 我们以后要建 用这个建的里面上面 要建的里面啊 你看上面一组还放在中间 哦 那赶快多录一点 对 看起来不错 很漂亮 点核一点 看一下 漂亮哈 嗯 对 这个要拆掉 这个要拆啊 这个啊 上面要建啊 这个上要一组啊 用这个组合啊 哦 以后建的更漂亮哈 对啊 这就可以了啊 帮你录 你喜欢老师啊 屎尔的 以前的崩子 嗯 好亏��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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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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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吃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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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这是早餐了 免费早餐 健康小的免费 还要帮你的这边都可以免费 你的股份财的 这是两个 才神事业都要免费 另外我们还有全年的抖灯 而且还可以帮忙见面 公用 我现在要讲 我们基本上没有人家的 才是很好的 你猜饮就有吗 没有 没有 好 走走 我下车了 好 下车 结合一下 我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佐德尼是城堡 其实在刚刚市营业的时候 我就跟我朋友就约好了 本来是要来 那个时候 只需要一百块 但是因为其他原因就没有来 然后今天是跟游览车来的 然后全价是三百块 好壮观 而且三十亿了 三十亿的建筑 我还有一张 我帮你包裹的 我说你等一下连会不见 你还是换生产好了 因为你不要开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 到欧洲了 欧洲 对 太会跑了吧 哎呀 你就当成欧洲就好了 来在一个大鞋坑上 所以我们姐跟女士之舌 有雕像 根本有翅膀的雕像 而且我们专门请设计师来设计 然后来为我们守护 就是城堡 这个品牌的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也是欢迎各位 帅哥女孩的队兵 好 那我们帅哥女孩 后面二次的队兵 然后他要帮我家派脚步 我们要走进城堡里面了 好 帮我们走白色大鞋坑 我们的城堡正中央的大厅 就是我们的五千万大厅 它是我们城堡的正中心 我们顶上呢 就是上车地点 就是要穿过我们城堡 最中心的花园 去坐上车 来 我们后面 蔡哥美女床 各边 下来脚背帮我家派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 剛剛提到的 左边逆色之神 我们这个城堡 大概有四十四特的雕像 可以去帮我找出来 我每天都见到他们 好 可以帮我找一下 好 来我们先停 那我们等一下踩右手 这个门进入我们的城堡 来 带大家来到我们主人室 一定要看着一个景点 看看我们的城堡大厅 来 我们要帮忙往地 来 二城堡定 我们稍微往地 这里就过去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城堡正中心 我们的二楼 我们的城堡大厅 那我们这个城堡大厅 五千万次之打造 好 我们用了不同的欧洲艺术元素 去打造 还做了一些窗户 做一个配方 很像顺便而大家堂的感觉 那等一下可以 就可以拿起 我手机的全景模式 来跟我们的城堡 一起进修 联系 跟我们的五千万一起到回家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大厅 来一个站点 就是一个地方 那我们以后 我们的服务团 就在我们的城堡大厅 这个左上角的方算 那我们以后 的话就可以来五千万 有没有公主的感觉啊 可惜没有穿裙子啊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山了 还有五楼 还有六楼 还有七楼 一然后再来到一边 很ổi kid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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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买便当的 价格是350一组 现在我们有领到免费的包子 太漂亮了 带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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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没有尖叫啊什么的 跳起来 带你一下 开心吗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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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看到一整排高高的树 那个呢 是我们的肉乳酥 上面已经看起有点被咖啡色了 那都会转到最下去 后面有一整排 那边是一整排的肉乳酥林道 有没有看到 好 谢谢大家 后面要上车位置 好 谢谢大家 后面要上车位置 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来到了紫南宫 紫南宫可是一个发财的好地方 看我们今天去拜拜 会不会发财哦 会来一定会 对啊 而且还有什么厕所啊 很贵很贵的 六星级厕所 六星级啊 是吗 对啊 我都没进去过 我上次来了 但是没有进去 今天我们去体验一下 六星级的厕所怎么样 我觉得紫南宫哈 每次来都人很多啊 你不觉得吗 对啊 对啊 好 我先去体验一下 六星级的厕所 怎么样 还有哺乳室 还有行动不便的专用厕所 是厕所 但是是不一样的厕所 看鲜花 好了 马上进入六星级厕所 不一样的盛宴 看一下 我好像觉得 也没有多大的差别呢 快速 卫生 除菌 省钱 看吧 六星级厕所 哎呀 我刚刚去体验了一下 六星级的厕所 呃 里面有鲜花呀什么的 但是 说实话哈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那么好 然后整体建筑还是可以了 我想象的是五星级吧 就是高端上气 哦 不是高端大气上档式 反正就那样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人家就是六星级啊 确实是六星级啊 这才是关键 好了 现在我到了紫南宫了 那也是够夸张的 五六个人呢 都是眨眼不见 眨眼不见 啊 这个紫南宫 它是非常特别 还跟其他的庙不一样 在这里是可以借钱的 就像你今天走投五路了 没有钱了 没有吃饭的钱了 你可以直接来借 啊 借了之后 但是你记得要来还 咯 那乡有金枝分枝处 光明分枝处 高财前母林区处 那你能玩就好 谢谢 谢谢 换完了紫南宫 我们最后一战就结束了 现在吃晚饭 吃了晚饭 就这一战 看吧 两头黑啊 出门四五点 没来八九点 正哈 大家都吵就不要吃饭了 直接回家 现在就有点累了 奥隆台湾水牛城 今天的晚餐就在这里 我没来过 没过 来过了 来过了 我的天哪 来过来过来过 有了 来过来过来过 想起来了 有鱼有虾有客家小炒 还有 米线哈 米线哈 面线面线 然后高丽菜 蔬菜还有汤 就这样晚餐就这样结束了 那个是什么菜 今天给我的感觉就是 没有上一次跟年纪大的朋友一起出去那么嗨 然后唱歌呢 参与的积极度不高 只有两三个人在唱 大多数都唱的国语 人家说长江后浪推前呢 结果呢我发现江还是老的辣 哇塞 你们不知道我跟那些年纪稍微大的团出去玩哈 我觉得他们那个唱歌啊 各个都是 各个都是歌星呢 我们日语 台语 客家话 轮番轰炸一个逼个强 哇塞 好激烈哦 唱歌跳舞 我的天哪 那整个氛围都不一样 今天呢 很多年轻人都是埋头苦干 干什么 把手机 这是我观察到的 然后我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听到一首台语歌 大多都是那种大陆的歌嘛 流行歌曲就是这样 好了废话不多说 今天影片到此结束 拜拜 拜拜